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家的一些家居好物 顺带聊聊我爱的家居品牌 还会分享一些身体护理方面的爱用品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最近在我最爱的电商Essence上 下单了一些日本品牌的碗盘 我也是最近逛他们网站才发现 他们开始卖家居产品了 而且呢 审美都是我关注很久的 很喜欢的品牌 重点是他们寄送全部都是免费的 即使我单买一只护手霜 也是完全不收邮费的 所以我也是没忍住 陆续的买了一些 B&O的Speaker 最早是看欧阳娜娜的视频种草的 收到之后简直爱不释手 我最爱的音箱品牌是Bose 设计啊音质啊都没话说 我家里的Speaker也是一直用Bose的 这款的音质呢 跟Bose差不多 都特别好 机身呢非常小巧 自重很轻 随身放在包里 带出门都特别方便 在家播放的话 可以随便带进厨房或者放在浴室 Bose这个Speaker 它有自己出一个App 把这个机器跟App连在一起的话 可以选择它的音质 然后也可以看到它剩余的电量啊 很方便的可以控制它 各种不同的音效可以随便选择 如果你家里有Amazon的Alexa的话 也可以跟它连接 这个银灰色呢也特别的小清新 背面是这种防滑的 有一点陶瓷的触感 质感满分 价位也不高 性价比很不错 那它上面有一个这个挂绳嘛 就你随便挂在哪里啊 放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 Kinto一直是我很喜欢的日本家具品牌 主要是出碗盘啊 杯子 咖啡壶啊等等 设计都很极简 淡淡的就很好看 质感质量也不用讲 属于购入之后呢 可以用很多年的类型 我买了一套日式的小碗 它一套是三个很复古的感觉 颜色呢是有一点这种淡绿色的 大小适中适合日常吃饭啊 喝汤来用 超级喜欢 我是每天都喝咖啡的人 平时呢只喝美式 不加糖不加奶的那种 偶尔会加一点燕麦奶 但是并不需要打奶泡 或者其他的功能 所以我并没有买任何的咖啡机 平时泡咖啡都是用法压壶 或者手冲 我家目前在喝的咖啡豆就是这些 因为陆续都喝掉很多了嘛 这就是现在剩下的 如果你在北美的话 Blue Bottle买起来特别特别方便 直接在官网订就好了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喜欢喝什么口味 他网站上还可以测试自己的口味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我每次选他们家咖啡豆 我自己是比较偏好喝 坚果香的 或者是花果香的 手上现在还有两个 他们的季节限定 像他们每一年春夏秋冬 都会出这种季节限定嘛 一般都会买两包大的囤着盒 那他这个季节限定 每次烘的时候的味道 都是这种坚果或者是花香 就还挺特别的吧 像这个Spring Blend 我特别喜欢 它喝起来就比较清淡 今年春季如果推出的话 还挺推荐大家去试一试的 冬季限定 我之前买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了 当时买了两包已经喝剩一包了 这个就是稍微烟熏味比较重一点 像去年夏季 我有买他们的那个Summer Blend 那个夏季的也很好喝 Blue Bottle他们家 有三种特别出名的咖啡 那个我反而没有特别喜欢 所以我每次都是自己 根据它不同的口味来选择 像这个里面是有菠萝 还有Butter Pecan 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是柚子 桃子 还有Jasmine 茉莉花 这个也是喝着特别清新的 顺带说一下这个咖啡吧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随便网上买的 它说是用Mushroom 用那个蘑菇来做的咖啡 那它里面就是磨好的咖啡粉 属于那种Superfood吧 就是比较健康的 标榜健康的那一种 我买来的时候 以为它喝着会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但其实喝着就是挺正常的 一个咖啡的味道吧 这个还挺火的 如果大家想尝试的话 我觉得也是值得一试的 我最近买的这套Kinto的手冲set 我自己超级喜欢 咖啡壶装满的话 刚好适合两到三个人喝 手冲的话就是现泡现喝的感觉 手冲的过程也很治愈 它上面的黑色漏斗是陶瓷的 质感很好 很厚实 整个这一套的颜值也特别高 非常极简的感觉 放在家里不用的时候也可以当装饰 work from home太无聊 也可以抽空冲一杯手冲 之后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家具品牌 Hasami Porcelain的两个碗 这个品牌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 它是苹果公司官方合作的餐具品牌 Apple店里的马克杯全部都是他们家的 他们的餐具我也一直都很喜欢 这次买的两个碗也是非常经典的设计 大小是属于中等稍微偏大的 可以当碗来用也可以装菜放汤很多用 不得不说他们家的做工真的绝了 好土磨砂的质感 原色这一只颜色很原始 本身就很高级 黑色更加冷峻极简的感觉 他们品牌整体的风格都是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 极致极简 非常大齐非常经典的感觉 他们所有的杯子碗餐具的设计 都是这一种可以叠放的 也非常的整洁很省空间 两只近期最爱的护手霜必须要安利一下 20到1只性价比很高 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来自北欧的有机品牌 纯植物成分里面含有橄榄油啊 椰子油这种很好的成分 包装也是超级简单的 但很有设计感 重点是这两只不是空有颜值的那种 它非常好用 质地呢属于中等偏稀一点 吸收很快不粘腻 适合一年四季使用 重点是它的味道 这两只都超级好闻 我平时喜欢木雕香味 这两只都是木雕的 这一只的味道是传统的木雕 混合一点点淡淡的乳木果 这只的味道适合所有人 另外这一只Fur 我是看介绍网买的 味道是有一点松树松针枝叶的味道 我自己很喜欢这一只 但是我感觉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 如果你想尝试的话 可以先试一下这个味道 它们品牌的味道做的都是淡淡的 不会特别冲 两只护手霜真的是近期最爱了 超级惊喜 超级推荐 用完之后皮肤也感觉软软的 而且会不自觉地一直纹自己的手 它们除了护手霜 还有身体乳啊 沐浴露可以选择 我之后如果尝试的话 也会陆续跟大家分享 说到身体护理好物呢 就必须说一下 Esof的这一套洗护了 这两个是我常年回购的 私藏真爱小物 这两个马上都要空瓶了 这个洗发水是风营的 Volume款的洗发水 味道有一点薄荷草本精油的感觉 里面还添加了迷迭香啊 都是一些植物成分 这要质地 泡沫丰富 那我是由头每天都要洗头 这个洗完之后就很清爽 头发也不会干涩 就很适合每天使用 不会损伤头发 另外这个是天竹葵沐浴露 我也是特别特别喜欢 它味道是超级治愈的精油味道 Esof家的产品气味都是高级精油 有SPA的味道嘛 使用起来都是超级放松很治愈 这个沐浴露用起来就是那种做了高级SPA的感觉 很舒服 一年四季使用都很适合 所以就是我想不到用什么的时候都会用它 就用的还蛮快的 Esof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品牌 除了身体护理 我家还有之前买的两瓶Room Spray 喷雾式的家居香氛 不用多说都是植物精油Base的味道 那这两支也都是以木钓为主 都是我很爱的 这支有一点偏柑橘香 也是我认为比较适合所有人的味道 喷完之后呢 特别像瑜伽教室的味道 很放松很有禅意的感觉 另外这一支里面加了薰衣草和Pink Pepper 味道呢比刚才那一款更浓一些 我因为很爱薰衣草精油 这支的味道我也是非常喜欢 一般练瑜伽的时候可以喷一下 有助于放松 我还发现它们特别适合 睡觉前喷在卧室里会更加放松 可以帮助睡眠 不过香味这种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我是基于我自己的偏好 给大家做分享 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试闻一下 再做选择 除了这期视频介绍了这些好物之外 我最近还入了一些 特别好用的养生小家店 会在下期视频跟大家继续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